王女士这部手机是8月6号那天 在渔航两主的华为手机专卖店买的 花了8988元 她说第二天出现问题时 用别的手机拍摄了视频 显示当时华为折叠手机的屏幕 一直是黄绿色 开不了机 她说专卖店当时建议 先把手机拿到华为官方售后服务点检测 手机现在还在杭州金家渡路上的 华为售后服务点这里 张店长找出手机 要求到店外去聊 就是这里 他是说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一点点 然后就是说会导致绿屏 手机屏幕右上角有个小小的白点 不仔细看 不容易发现 在屏幕的右下角 有一个更小的白点 仔细看能看到 但我们的摄像机不容易拍出来 华为售后的张店长留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后 进店去了 在手机的纸盒里夹着一张华为终端服务报告单 写明王女士的手机是华为P50 Pocket 诉求描述是闪屏 设备状态是外观无异常 既然外观无异常 那么王女士指出的屏幕脚上这么小的两点 又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敲了敲玻璃 请坐在里面的店长出来一下 我本来是想要叫他给我退的 但是他不给我退 这上面写的外观无异常 设备状态 这是我们送你当 那上面写的外观无异常 他这个你说的这个地方 我看到很小的两个点 睁眼大小 这不叫睁眼大小 在我们的喷宝机过来这不叫睁眼大小 您这个有问题是四级大道那边 已经给您喷宝喷死了 我们这边没有任何办法处理 您有问题应该去找他那家店 不是找我们这家店 四级大道什么店 四级大道也是这个店 也是华为的售后店 是的 我们的系统是联网的 我们已经有过一次 我们提交了华为的业务知识中心 判保结果也是判定保障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办法处理 就那边判定已经是人为了 对 不是你们自己做出的判定 对 王女士介绍 自己家在杭州临平的唐漆 所以先把手机带到杭州临平 市级大道的华为售后点做了检测 但当时对方没有给自己纸质报告 只是说人为损伤了屏幕 保修不了 他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又带着手机到了金家杜路的华为售后店 人为怎么造成的呢 像这种情况 因为柔性瓶软的 中间如果有一个东西 啪一盒 那是不是要伤到屏幕 正好两个点是对应的 你一定是有一个东西夹在这里 对 比方说你又 应该是有义务在这 我在扣盒的时候 这样一扣 这个地方就伤到了 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 那稍微这么一夹就坏了 这个 8000块的手机 那也不敢买 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买了这个手机 我们是正常手机 手机拿好啊 对我是正常使用 我们普通的手机表面是玻璃 这个是柔性瓶 它是一个软 对这柔性瓶 它没跟我说一下 就是柔性瓶是吧 那当时你们在屏幕里 有没有放置什么异物啊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正常 网女士认为 对方说是人为 造成了屏幕的损伤 唯一的依据就是 屏幕右上角和右下角 几乎看不到的小点 但对方出的单子上 又写了 设备状态是外观无异常 她认为这是明显 自相矛盾的说法 P30 P40 一共买了四款手机 都是在华为买的 所以我一直相信华为质量 本来是想送给我老公一份惊喜的 后来你看就成了这样子情况 我这个手机还是用华为买的 说实话 网女士目前不认同华为售后的检测结论 那么对那张单子上写的设备状态 外观无异常 华为的售后做何解释呢 这个背景 但这种的话 背景墙装修是吧 对对对 它直接放到口袋里面的 那有没有可能就现场 有小颗粒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每次一接电话就这样 接完就直接合上来 是不是 而且接电话也会把东西 如果在工作的话 他也会把工作上的事情 给他放一边 然后就不可能一边 接电话一边去工作的 对吧 再怎么样 而且就是说 再怎么样的话 就是像这样 这样正常手机都能坏的话 那这款手机 我也怕了 就是如果他给我修化 第二天我又坏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女士介绍 丈夫是做装修的 但知道自己送的这部华为 折叠手机很贵 要8988元 使用起来非常爱惜 不可能屏幕上有异物 就合上去 那我相信店长 他这个是一个高端手机 不可能用它来夹那个三核桃板 那这个我们 不可能用来夹杀和他吧 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 到底中间是 对就是用了一天 那你们认同 上一家店的那个结论吗 上一家也是官方的 维修网店 这个 你们认同他吗 我们有 所有的系统里面有进入 就是他这个 已经在这个系统上 可以查得到 对我查得到 那上一家那个结论 能不能打出来 给这个顾客 我们的工单上应该没办法提醒 张店长表示 上一家华为售后店的检测结论 他店里的系统里可以查到 但不便让记者拍摄 那刚才那张单子上面是谁给的 那个设备无一场 我也给你取集单 那个是我们工间的售理单 我在单位给你一张单子 它是有取集的 有风报告的 刚才那个单子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单子 就是说明设备 外观无一场那个 那是我们的维修类部单 维修类部单 我会给你一张 那等一下 你们维修类部单上 已经说了设备外观无一场 那张华为终端服务报告单 写明王女士的手机设备状态 外观无一场 既然外观无一场 又为何强调屏幕角上的两个小点 是人为造成损伤的证据呢 对王女士和记者的这个疑问 张店长没有做出答复 而那张单子也已经被她收回去了 跟我说过三千一百多块钱 三千一百多块钱 对 是换屏幕还是干嘛 就是换屏幕 然后我说我如果这样子我不要 我要不就是给它折掉 就你给我 给我退 就是说 回收是吧 对 退一部分钱 我把这手机卖给他们嘛 他们同意吗 他们也同意 但是就是说 这款手机卖的话 最多两千多块钱 对 但是但是屏幕坏了 要要意思是一这样说的话 这屏幕就是要六千块钱 他说如果假如自己维修的话 要花三千块钱 对 他上次跟我说 上官网的价格 他说如果折给你们的话 你们只给他两千块钱 折的话是上面二手 说我换价 会有个平补的价格 大概多少钱 这个价格不是我来定的 你说两千多块是哪个给你们这个网站 就是 就估出来的 这里 这里是吧 对对对 你文修 汉云之咬 文修还是怎么样 保卫有没有更好的 那我可以向上反馈 那请教你一下 像这种折叠手机 平常应该注意什么东西 不能有任何衣服在中间是吧 对对对 很小的颗粒微尘 灰尘变不了 灰尘也不会 但是你有 因为我听说他老公做装修的 那么粉尘可能难免 包括你手上可能会有 很小的颗粒你怎么办 避免不了 手机的外观也好 还设计 这不像我们平常 普通用的设计是纸面的 对吧 表面是玻璃能保护这个屏幕 但是屏幕柔性屏 本身就是可以折叠的 那您看我这个也是华为手机 那我这个屏幕 我觉得 这表面的玻璃 玻璃跟它那个材质是不一样的 张店长从店里拿了两张 华为终端服务报告 其中盖了张的这张写明 诉求描述是闪屏 处理状态是本次未进行维修 维修方案 维修方法和产品故障 都是空白 另外一张没盖张的 就是刚才那张写明设备 外观无异常的 张店长介绍盖张的这张 可以给王女士 这个是服务报告 这个是给到您的 那另外那张单子呢 这个是我们内部的单子 这是内部的单子 那现在还是没给我解释 他这里外观无异常呀 我们说这外观 是指他的手机的外观 你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啊 我跟华为这边 我跟华为这边也沟通过了 你要媒体协调的话呢 也可以 连一方都给我 我这边提供我 然后华为会给您 他们沟通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咱们也是想解决问题的 张店长说 单子上的外观 是指手机的外观 这似乎解释了 又似乎没有解释 而给王女士的这张单子 连维修方案 维修方法和产品故障 都是空白 记者本来想建议 再到杭州林平的那家 华为售后店去了解情况 但王女士表示 天气这么热 对方又不让在 有空调的店里采访 她还带着女儿 得先回家了 截稿前 记者也没有接到 华为方面的答复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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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